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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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问题要问我吗 你是 最早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设定过 将来会是这样的工作模式吗 没有啊 我并不是个会规划未来的人 我整个就是一个 就是比较 算是比较自由的人 我 没有规划过未来 我现在也不会规划未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数太大了 我觉得你 心态好好 我只在意我自己想在意 当然自己想在意的又不是很多 所以说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想太多的东西 应该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们俩性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应该是一个感情很外露的一种人 我觉得你是 心里面有什么都会说出来 是 然后自己的情绪都会表达出来的人 对 是 但你跟我刚刚相反 对 你什么都不说 完全看不出来 我觉得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在感知一些信息的时候比较愚钝 你是后知后觉的那种吗 是后知后觉 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你是后知后觉的那种是吧 对 对 对 我就感觉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找 因为木工里面有一种 连接的构造叫损毛吧 这两个东西可以 理解成 两个人的灵魂 就如果两个人真正是合适的 当他们遇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外力 就可以很牢固地联合在一起 你是 你是太严谨了 就是 就是你老是想要 就是非常非常合适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很 最合适的那个东西出现的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你看世界上那么多人 你说我真的要找到真正非常合适自己的 太难了 那你觉得两人关系当中 相互之间这种相处的节奏和频率重不重要 重要 我受不了人家拖着我 拖着你 就是问题不解决 我受不了这种 我是 你今天有问题 你要给我今天解决的那种人 然后或者是 我们俩上了一个时间段 你在这个时间段之前 你要给我答案 就是我这个时间段我就不会打扰 所以说 你对时间是敬畏的 我对 这些更 情感方面的东西很敬畏 我有时候在想 为什么 我会逐渐地变成 变成这么慢热的一个人 其实 我是一个在感情上 比较害怕失败的人 在我的心里 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时候 我就去表露 可能会 伤害了 对女生不尊重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冒失 对 所以我就 会很犹豫 所以说 我是觉得相处起来 舒服就好了 感觉对就可以了 对 只要我感觉对了 基本上它什么样子都可以 是这个样子的